嗯 混蛋 你眼睛是用来喘气的吗 把我的外卖都给弄撒了 还让我们怎么吃 就是 我刚买的新衣服都被你煎上了汤汁 你一定要给我赔钱 不然这是没完 两位先生女士 刚刚给你们送餐的时候 是你们自己没煎好掉在了地上 这怎么能怪我呢 还敢顶嘴 是不是 我说是你弄坏的就是你弄坏的 赶紧姥姥试试给我赔钱 不然我就打死你 对不起两位 你看我今天出门也没带钱 要不然我帮你们把衣服洗洗 你们看行不行 不行 我这件衣服可是花三万多买的 不能水洗 你必须给我照价赔偿 对 这件衣服三万多 还有你把我们的餐给弄撒了 让我和我女朋友心情很不高兴 你必须赔偿我们的精神损失费 加在一起总共赔个十万块就行了 赶紧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来送钱 喂 就算这位小哥做错了事 你们动手打人是不是太过分了 嗯 滚一边去 你算哪跟从 也敢管老子的闲事 看见你们这些送外卖的就心烦 你现在也影响了我的心情 不赔个两万块你也别想走 我去 你属狗的是吧 见谁要谁 我凭什么要赔你钱 少废话 信不信我连你一息的 兄弟 这件事你还是别管了 他是这一片有名的无赖 我今天也是倒霉 竟然接了他的订单 你还是快走吧 省得给你招惹上麻烦 哎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说什么的 赶紧赔钱 对 赶紧赔钱 大哥 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 口袋里顶多有几十块 你看我都给你行不行 十万块你就是把我卖了 我也拿不出来啊 臭小子 你少给我装可怜 这么点钱你打发要饭的呢 我女朋友这可是阿尼玛最新款的裙子 价格最少一里三万块 你如果不赔钱 我就打的你妈都不认识你 你确定你女朋友这件衣服 是阿尼玛的吗 我怎么看着不像啊 小子 你可别胡说 这件衣服是我亲自给我女朋友买的 怎么会是假的呢 我只是说这件衣服 看着不像阿尼玛 又没说它一定是假的 你怎么就承认了呢 难道说这件衣服还真是假的不成 好啊马大友 你买剑甲的阿尼玛敢骗老娘 我要跟你分手 别啊欺人啊的 这小子分明就是挑玻璃剑 你不要相信他的话 我们现在先要钱 裙子的是以后再说 臭小子 你想建议永违是吧 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建议永违不敢当 我就是看不惯你们欺负人 呵呵 我就欺负他怎么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告诉你 今天就是天王老的老子来了 也得把钱给我赔了 行啊你不就是想额钱吗 我这里刚好有十二万 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胆子来拿 哼老子有什么不敢的 别说十二了 就是五十万一百万 老子也照样敢拿回家 嘿嘿 算你小子实相 这次我就放你没码 赶紧滚吧 等一下 我们把你们的衣服钱赔了 你们是不是该把衣服脱下来还给我们 卧槽 你小子找死是不是 敢要我女朋友身上的衣服 你在废话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揍 不要衣服也行 那你们打这位小兄弟一巴掌的事情怎么算 什么怎么算 老子打他是看得起他 你别没事找事 好啊 你们既然如此不讲理 那我们就报警好了 无辜殴打他人可是要被拘留的 你最好想想清楚 哼 不就是想额钱吗 一个臭送外卖的 打你一巴掌 老娘给你一千块不算少了吧 拿了钱赶紧滚蛋 一千块一巴掌虽然不算多 但也不算少 这样吧 我给你们一个发家致富的机会 你让你女朋友打你一巴掌 我就给你们一千块 怎么样 滚 老子虽然钱不多 但也是要面子的好吧 你一千块羞辱谁呢 臭婆娘你疯了吗 你打我干嘛 亲爱的你忍一忍 一个巴掌一千块 十个巴掌就是一百万 你如果挨上一百个巴掌 那我们就发财了 你说的也对啊 我要是挨上一千个巴掌 那岂不是以后就不用再工作了 快打快打 狠狠的打 好 亲爱的你要挺住 一二三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 卧槽 我怎么突然开始有点羡慕这个家伙了 这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赚了几十万 哎呀 我实在打不动了 要不然休息一下再打吧 别停了啊亲爱的 为了我们以后的幸福生活 我觉得我还能来坚持五十万的 呸 谁是你亲爱的 老娘现在已经有了八十万 难道还跟着你这个穷鬼受苦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分手了 小哥哥 钱呢 你不会说话不算数吧 这是八十万的支票 任何银行都可以兑换 谢谢小哥哥 拜拜了 喂 马大友别哭了 刚刚那个女人还没走远 你不赶紧去追还等什么 也对啊 好好好 谢谢小兄弟的提醒 等我把钱追回来请你喝酒 兄弟 今天的事情谢谢你 可是那些钱 我可能这辈子都还不起你 不用你还 那张支票是假的 他们去银行兑换也会被打出来 假 假的 对啊 你以为我是白痴吗 就算我再有钱 也不会便宜那两个人渣 让他们去狗咬狗吧 喂叶峰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高中同学聚会 你别忘了来哦 知道了 我送完这单外卖就赶过去 兄弟 我还有事先走了 嗯 多谢